最近又出现强米潮了 来自花莲的吉安米 以前平均一天100多笔的订单 现在最高暴冲到一天500多笔 整整高出了5倍 另外在南投草屯镇的月光米 光是这两个礼拜 出货量就超过了10万包 看到这样的状况 政府是逆向操作 要大家尽量去买吧 农委会更是直接开米仓 以行动来宣告米量很够 民众不要过度恐慌 我们的米到底够不够 与其用收的 我不如把粮仓打开 给大家看米够不够 满满的米粮堆积如山 民众意味恐慌 风抢物资 农委会直接开仓晾底牌 我们不怕你来买 只怕你不买 欢迎大家一起采购农产品 政府逆向操作 就怕你不买 农委会在网路上挂保证 超过90万吨的米粮 让你连吃9个月 天天吃到饱 这里整个存量 我8000公吨 实际来到台湾月光米的产地 南投草屯镇 光是这两周供应超过10万包 工厂里的员工 马不停蹄的赶工包装 要确保每一包米都抽成真空 才能卖出 6个小时以后 那这一包米就像真空一样 可以放久的米 还是要进步有关 有机的会比较安全 同样米粮存量大 但就是赶不及配货的 还有花莲的吉安米 以前平均一天100多笔订单 现在最高暴冲到一天500多笔 整整高出5倍 因为这一期到做 插阳的也早 我们大约在6月中 就可以开始收成 不光是农委会挂保证 各地农会嗅鸡肉 光是南投跟花莲两大米仓 就超过1500公顿的米粮 民众这下不光是吃不完 未来要是接上第二期采收 就怕货多到让你买不完 记者曾如成 陈金叶 南投花莲报道 我应该说